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特朗普2.0对中国更强硬 根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引发了同情 可能暂时提升他的支持率 但对选举的最终影响仍需观察 这次袭击还可能改变选民关注的焦点 从拜登的健康状况转向枪支安全问题 而民主党内部也面临挑战 随着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增大 是否会出现新的候选人引起了讨论 如果特朗普当选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会如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朗普再次登上美国总统选举的舞台 但这一次他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 据南华早报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遭遇了未遂暗杀 子弹擦过他的耳朵 让整个场面骤然变得血腥和紧张 尽管特朗普当场被安全人员护送离开 但他的挑衅性挥拳动作 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这一事件似乎为他赢得了更多选民的同情 中国的政治分析人士 对此事件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张家动教授表示 这次袭击短期内 可能会提升特朗普的支持率 但长远来看 美国选民会回归理性 最终选举结果仍不确定 张家动还强调 不论特朗普或拜登当选 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有太大转变 因为两人都对中国持强硬态度 尽管如此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把对抗中国作为 其最大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这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就已经显现 这一点从特朗普的过往行动 可以看出端倪 在2017至2021年的任期内 特朗普将的中国标签位 战略竞争对手 并发动了贸易战 相比之下拜登则在技术领域扩展了这种竞争 但同时试图稳定双边关系 中国的学者认为 周六的枪击事件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对特朗普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能持续多久 还取决于接下来的调查进展与媒体报道 此外在复旦大学的张家动看来 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枪击事件之前 美国媒体主要集中在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上 这种关注对特朗普非常有利 然而这次枪击事件可能会转移媒体的注意力 将关注点转向枪支安全等新问题 这样的转变对于拜登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人民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也表示 这次袭击可能会为特朗普赢得一些同情 但是否能够说服摇摆选民仍有待观察 刁大明指出 这一意外事件将巩固特朗普已经获得的支持 同时可能使他从保守阵营中那些 因其个人事务和刑事定罪而犹豫不决的选民中获得支持 事实上 特朗普和拜登各自的缺陷也让选民难以决定 特朗普的选举欺诈和封口废案件依然困扰着他的支持者 同时 美国公众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也在增加 周六的袭击后 拜登迅速致电特朗普 并向全国发表讲话 谴责这是政治暴力 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同时 他还下令对这次有一名注册共和党选民实施的枪击事件 进行独立调查 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民主党的中国政策强调平衡 试图在稳定与现状维持中找到平衡点 同时 也有更多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 比如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 然而 共和党和特朗普则更强调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安全 特朗普认为 不论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结果如何 他们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只有中国才有可能颠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因此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自然会集中在中国 南京大学的美中关系专家朱峰认为 如果特朗普的公众支持率上升 而拜登继续表现疲软 这可能真的会在民主党内部引发危机 朱峰指出 随着要求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取代拜登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次袭击对民主党和拜登政府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如果拜登不退出竞选 民主党内部的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此外 朱峰还强调 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 美中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 他可能会将前政府中的中国鹰派 重新带入内阁 这些人在对华问题上有着意识形态 和激进的记录 比如前美国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 蓬佩奥并未排除 加入特朗普2.0政府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未来的美中关系 可能更加动荡 随着特朗普据报 正在为可能的新内阁召集他的前官员 许多人敦促他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包括他的前安全 顾问罗伯特 奥布莱恩 他呼吁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特别是在本周即将召开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特朗普将宣布他的竞选伙伴 领跑者包括 已对中国强硬立场著称的参议员 J.D.万斯和马可 卢比奥 总的来说 这次枪击事件 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危机 更是美国政治舞台上 一个激烈的转折点 在这场不确定性 和对抗性日益加剧的选战中 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 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无论最终 谁将入主白宫 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 都将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分析人士警告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对华态度将更加强硬 周六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 被枪击耳朵 这次袭击 被调查为未遂暗杀事件 媒体报道显示 特朗普在血迹斑斑的情况下 被安全人员带走时 挑衅的挥拳 这些场景可能在短期内 增加选民的支持 此前 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陷入僵局 但最新的总统辩论显示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有所扩大 在袭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呼吁全国团结一致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家动指出 尽管11月选举结果不确定 但特朗普和拜登 都将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 张警告说 若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将对抗中国 作为其最大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特朗普在2017至2021年的任期内 将中国标签位 战略竞争对手 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这一政策被拜登延续 并将竞争扩展到技术领域 但拜登也试图稳定双边关系 关于周六的袭击 张家动认为 这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对特朗普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能持续多久 取决于调查进展 他指出 美国选民最终会回归理性 在枪击事件之前 美国媒体主要关注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这对特朗普有利 但现在 媒体关注点可能会转向枪支安全等新问题 人民大学专家刁大明也表示 这次袭击可能会为特朗普赢得一些同情 但尚不清楚是否能说服摇摆选民 特朗普面临选举欺诈和封口费案件 而拜登的健康状况也引起公众担忧 民主党内部一些高层成员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拜登在周六的袭击后 致颠特朗普并谴责这是政治暴力 并下令对这次由一名注册共和党选民实施的枪击事件 进行独立调查 该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张家栋指出 民主党的中国政策强调平衡 希望专注于稳定和维持现状 但共和党和特朗普更强调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安全 特朗普认为 无论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结果如何 他们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也不会颠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 特朗普可能会将美国的外交政策重心放在中国 上周发布的共和党平台草案 呼吁撤销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 将对抗中国作为建立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 南京大学教授朱峰表示 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 可能会扩大他的领先优势 并促使民主党重新考虑其提名人 随着要求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取代拜登的呼声越来越高 朱峰认为 这一事件对民主党和拜登政府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如果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 而拜登继续表现疲软 民主党内部可能会出现危机 如果特朗普当选 美中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 特朗普可能会将前政府中的中国鹰派 重新带入内阁 如前美国国务卿 麦克 蓬佩奥等 随着特朗普为可能的新内阁 召集前官员 许多人敦促他对北京采取更强硬态度 包括前安全顾问罗伯特 奥布莱恩 呼吁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特朗普还计划在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宣布他的竞选伙伴 领跑者包括参议员 赘 蒂 万斯和马可 卢比奥 他们已对中国强硬立场著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特朗普2.0对中国更强硬 这就像光绪帝颁布新政一样 他过去四年对中国的贸易战 不仅让美国经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还让中国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竞争力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 2018年至2020年间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约4.6% 这不仅展示了特朗普强硬政策的有效性 也让美国选民看到了他的执政能力 哎呀 楚天书 你这分析真是太过高看特朗普了 这不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 光有理想但缺乏实际行动 你知道吗 从2018到2020年 中美贸易战反而让美国消费者 每年支付超过62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 刘备最终也没能统一天下 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只会引发更多的经济损失 和国际紧张关系 哈哈 谢奇奇 这话说的就像曹操军中沉灯 总是看见问题 却忽视了大局 我们看看具体的例子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建设 就受益于特朗普的政策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 而在2020年达到66.7亿美元 比2019年增长了123% 这显示了特朗普的政策实际上 是促进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楚天说 你这话就像秦始皇修长城 过度注重防御 而忽视了内部的稳定 对美国来说 特朗普的政策 更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根据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数据 因为关税 中国的商品成本上升 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而且 这次枪击事件或许能短期内 让特朗普获得些许同情 但长期来看 这只会让选民更加担忧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这可不是他的一枪就能解决的事情 谢琪琪 说到这里 我感觉你就像是唐太宗李世民 总是担心外部的威胁 让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这正是美国需要的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7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这反映了特朗普的政策 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对中国强硬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量 而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保障 楚天书呀 你这就像是岳飞的精忠报国 但忽视了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你说的民意支持是一回事 但枪击事件后 选民的焦虑感会加剧 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稳定内外局势的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让国内矛盾激化 国际关系紧张的火药桶 拜登的政策更多的是平衡和务实 这才是美国长久的解药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 稳定和解决国内问题 才是美国重返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这次的美国政治剧情 真是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啊 前总统特朗普在宾系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被袭击 耳朵中枪、场面堪比、特勤局、电影中的情节 虽然这次未遂暗杀事件可能会让他在短期内获得更多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但长期影响还得拭目以待啊 中国的分析人士警告 假如特朗普卷土重来 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估计会加剧 毕竟他在2017到2021任期内 可是把中国标签为战略竞争对手 还和中国打了一场贸易战啊 而现任总统拜登则是延续了这一传统 只不过扩展到了技术领域 但是拜登还是希望稳定中美关系 毕竟他的处理的紧急事物还不少 向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就够他忙的了 至于这次枪击事件 短期内可能会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 但美国选民都是理性的 不会被一时的情感左右太久 而且拜登和特朗普各自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例如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一直是选民关注的焦点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到共和党内部的动向 共和党的政策平台草案 呼吁撤销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 并将对抗中国作为主要目标 这听起来像是特朗普2.0的剧本已经写好 等着搬上大荧幕了 南京大学教授朱峰指出 这次枪击事件可能会扩大特朗普的领先优势 甚至可能迫使民主党重新考虑提名人选 毕竟拜登的健康状况一直是个问题 如果特朗普获胜 估计美中关系会更加紧张 尤其是他可能会重新把前政府中的 中国鹰派官员带回来 最让人抓狂的是 特朗普还有可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宣布他的竞选伙伴 候选人 包括那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参议员们 如J.D.万斯和马可 卢比奥 这可真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啊 总的来说 这场美国大选的戏码真是惊心动魄 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看这场政治大戏的结局会如何 希望无论谁赢 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 毕竟两个大国的互动对全球影响都不小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